今天帶了一個北倫敦Songtree地段的全新樓盤 叫做Handell Waterside 一至三房單位不單會有露台 周邊的陸化竟然有九個維多利亞公園那麼大 搭Undergrant落Songtree 1只需要17分鐘的車程 而樓盤十分鐘生活圈裡面 已經包含了有大型的及密中心中式食屎和超市 方圓兩公里範圍內 竟然多達有24間Good to Outstanding的中小學 一房單位首期不用四萬磅 兩房單位六萬英鎊有罩 明年年終交流 今天跟大家一起看看 如果要入手這個樓盤 到底有什麼良點和需要轉移 我們先看看地圖 放大倫敦這邊 這個樓盤位置屬於北倫敦 行政區叫做Barnet 現在地圖所見到紅色圈圈圈的位置就是Barnet 其實這個行政區我想對於有看倫敦樓的朋友絕對不會陌生 因為它旁邊就是哈羅 而最近比較多港人可能都有留意過 譬如說溫布萊 甚至乎Colingdale 都是在這個Barnet的行政區附近 甚至乎在這個行政區裡面 而我們今天這個樓盤的位置就在這個Barnet 就是這個行政區最大的Welsharp 水庫旁邊的這個用地 或者我們放大一點 我現在的彎面所見大概這個位置 而這個地盤裡面 某一些大樓已經是夠早前賣光 也都交了樓了 現在陸續就有一些新的建築 就正在建出來 我們今天這條影片 也會說接下來準備 明年年終交樓的一些大樓 而Postcode是屬於NW9 現在我們畫面右上角見到這個 我們大概知道地盤位置之後 我們就跟大家一起看看這個樓盤的樓書 今天這個項目叫做Handon Waterside 裡面因為大樓都相當多 而我們今天其中將會說的大樓 叫做Gold Fringe Apartment 這個地盤面積相當大 它的實質用地大概是30公頃 30公頃的比例上有多大呢 大概是有1.5個維多利亞公園 而它將會建造超過2000伙的住宅單位 如果只看相片 我想大家都大概猜到 其實這個樓盤是靠著一個水庫而建的 好像一個湖一樣 四周包圍著都是一些源臨陸境 稍後我們會在這條影片中段 都會跟大家講一講 如果看看地圖就更加清楚了 我們放大一點 今天樓盤位置就是這個Handon Waterside 現在綠色跨著這個位置 而旁邊這個World Sharp的水庫 就靠著這個樓盤 我們發現過去也比較多港人 買英國樓 想著自用 尤其是退休人士 都比較喜歡靠近一些水 不論是河流或是一個水庫或是一個湖 甚至乎是旁邊會有一些陸境包圍著它 因為香港這邊住在石市森林 其實就比較喜歡 去到英國那邊可能退休六腳 找一些比較安靜寧靜的地方 環境比較舒適 但是通常這些環境舒適的地方 交通都一般方便 要留意Handon Waterside這個樓盤 交通是相當方便的 樓盤這邊走出去幾分鐘的路程 就已經可以去到Handon這個火車站 再走出一點就已經見到 最近的Underground North Line這個站頭 Handon Central這個位置 我們放大一點去看 Handon這個樓盤位置 左下角這邊就是溫布萊 上面這邊就是Colingdale 而畫面大概這個位置就是Halo 基本上Handon Waterside這個位置 它的交通下去倫敦鬆溫 或者去Zone 5的Halo是相當方便的 稍後我們都會大概說說它的交通配套 過去我們發現 就看倫敦樓的朋友 有一個比較大的痛點 或者比較糾結的地方 就是他們在香港這邊 就是住慣了一些大都會 他們去到倫敦那邊 其實就找樓找了很久了 雖然可能找到一些地方 像現在畫面所見 這些比較寧靜優靜的地方 但好像剛才他們所說 那個交通配套就未必太適合 甚至乎一些落腳退休的朋友 他們未必會開車 因為可能年紀大了 不太想開車 英國那邊很多朋友都渴望 除了見到一些綠色的樹景之外 都希望看一些河景 或者一些湖景 可能今天這個樓盤挺適合你 我們一起看看這個樓盤的交通 位置大致上是怎樣的 我們先看步行路程 大致上可以走到哪裏 如果由樓盤位置出發 走去最近剛才我們所說的火車站 Handon Stations 這裡就5分鐘路程 5分鐘大概怎樣走呢 樓盤位置之間我們所見就是這裡 步行5分鐘其實都相當之近 由樓盤這邊出來了 經過這條行人路 第一個火車站就是這裡 是不是相當之近呢 一條路搞定 這邊這樣走過來 5分鐘而已 這個5分鐘步行路程 我相信很多港人都會接受到 甚至乎你在香港住在一些地鐵園線 分分鐘5分鐘這個距離都不止 甚至乎我們再走出一點 去到第一個最近的Northand Line的車站 Handon Central 大致上的位置就是這裡 樓盤位置這邊出發 經過剛才我們所說的Handon火車站 這邊一直直走 去到最近的Underground的車站 Handon Central 而另外再下低一點 去到第二近的Underground的車站 Brand Court這個站 不過你說走十幾二十分鐘 是不是每個人都會走呢 老實說不需要走 一會我都會告訴大家 大概怎樣去 幾分鐘的巴士 就已經可以去得到 我想如果大家入手這個樓盤 有機會偶然要下去倫敦松溫 絕對不需要擔心 因為都相當之快 由剛才我們最近的Underground這個車站 Handon Central這個站 去到Houston 只需要十七分鐘的車程 去到Bang 27分鐘 甚至乎去到London Bridge 30分鐘內就已經完成了 而開車來說 如果我們要去近一點 旁邊的溫步來球場 就不用三個字了 另外如果大家要偶然搭飛機 可能去歐洲玩 甚至乎要搭回香港 也都相當之方便 駕駛到我們的樓盤 北面位置 也是倫敦第四大機場 Ludern Airport 35分鐘已經去到 希斯路機場36分鐘 如果對於朋友不喜歡乘火車 也都不想駕駛 我想乘巴士遊車購 有沒有選擇呢 現在我們畫面所見 紅色這些路線圖 全部都是我們屋苑附近的一些巴士線 你看它Cover的面積都相當之闊 由最頂Walkford這一邊 都可以落到倫敦松溫西敏區那邊 而另外在西邊這一邊 甚至乎我們早前拍片都有提過的哈羅區 旁邊松范地段的哈羅 而在樓盤大概對上位置 Colingdale這一邊也能積蓋到 甚至乎隔離的溫步來 再落低一點E0這一邊 這一條的巴士線都能積蓋到 稍後我們都會大概說一說 某一些我們附近買東西吃東西的地方 乘巴士究竟時間要多久 另外補充一點 剛才我們樓盤門口位置 如果大家記得 步行五分鐘路程 就可以去到Henton這個火車站 如果這個火車站 我們向北邊搭一個站 兩個站 三個 四個 五個 坐六個站 就可以去到Henton Airport那邊 由樓盤這個位置 去到Henton這個機場 我們發覺也挺多航班的 甚至乎如果有些朋友 近近地不是說想飛太遠 去北一點愛丁堡這邊玩一下 航班也相當多 而且我發現票價也相當低 如果住在這個屋苑 我們將來去愛丁堡玩 都相當方便 剛才我們所提的 就是坐六個站去到Henton這個機場 假若我買了一張單人的來回機票 其實票價是幾百港幣 大概一個多小時機程 就可以上到英國北部 愛丁堡那邊玩 玩完再搭飛機回來 相當方便 而票價我看過 這些廉航比希斯路機場那邊上機 足足便宜一半有多 如果將來大家有機會住這個區 甚至乎 將來去歐洲、杜拜 我看到都有不同的航班可以去到 大家不妨可以日後在這邊研究一下 至於我們住在當地 如果想買東西、吃東西 究竟方不方便 剛才我們開始提過 所謂十分鐘生活圈 怎樣十分鐘發 跟大家看看 通常我們住在一個地方 幾樣東西需要解決 首先當然就是超市 買一些生活日用品 第二就是一些購物店 第三就是一些吃東西的地方 尤其是我們香港人 吃東西有時候都很尷尖 除了吃西餐之外 有沒有一些中餐可以選擇 其實在這個樓盤門口的巴士站頭 只需要乘搭大概十分鐘的巴士 已經可以去到剛才我們所說的地方 而當中這個區比較出名 我自己覺得值得提的是兩個地方 第一就是Bang Cross Bang Cross這個位置就是當地也比較知名 規模也相當大的一個綜合的購物店 而旁邊也有我們比較多港人 喜歡來這邊吃東西 Bang Bang Oriental Food Hall 這裡就更加多港人或者華人來這邊吃東西 因為裡面的中餐是相當之正的 如果大家有機會來這邊 不妨可以去Bang Bang Oriental Food Hall 這裡看一看 我們先看這個樓盤附近有什麼超市 可以讓我們去選擇 開著位置就是這裡 其實在正這個樓盤門口 就已經有第一個超市 另外其實在這個樓盤正中間位置 它本身也有一間co-op 如果有些朋友不想走太遠 其實在這個樓盤裡面也有一間 Handone Waterside Co-op 甚至乎在樓盤斜對面 這裡還有一間Star Supermarket 再遠一點就去到這間Sainsbury 這間Sainsbury已經叫在樓盤附近 最遠的超市 說到步行路程650米 8分鐘路程 剛才那些就基本上是零距離 在正我們樓盤附近 甚至乎在樓盤裡面為止 所以買一些日用品 Supermarket 大家就不需要擔心了 基本上就遮蓋了 如果在樓盤附近 其實剛才提過 在樓盤大概步行20分鐘路程 就有一個超大型的Shopping Mall Brenkot Shopping Center 但是在這邊來說 你說步行20分鐘 老實說我都未必會這樣做 如果我坐車到底又久不久呢 如果看回由樓盤為止出發 其實我們門口已經有一些巴士線了 乘多少號呢 142號車 跟著這條紅色線去走 其實就已經可以去到Brenkot Shopping Center 大概車程就7分鐘 相當之快 這裡一條線已經可以去到 這邊買完東西吃完東西 就可以這樣乘回來 另外剛才我們提過樓盤外面 這裡有一個火車站 Handon 5分鐘路程 我相信5分鐘就正常不用坐車 但是遠一點這個Handon Central 這個Underground的車站 也是剛才所說的 這個位置坐到倫敦 Song One Houston 就17分鐘而已 如果我譬如要到倫敦開會 我要走這一段 老實說我就不會走 其實不想走路 可以坐公共交通工具 其實我們屋苑門口坐4分鐘 已經可以去到這個車站 這裡下車 走過來就已經去到這個Handon Central Northern Line的Underground的車站 另外在我們屋苑的位置 大概是北邊的位置 就有一間U的 叫做Middlesticks University 是當地的一間 挺知名的大學 如果我們步行過去 以公里計算大概是1.7公里 23分鐘 當然不會走 可以考慮踩單車 踩單車來講 11分鐘就到 如果譬如想搭一些交通工具 也可以搭這條183號的巴士線 由家裡Handon Waterside這邊出發 也在門口這個車站 大概搭5分鐘 就可以去到大學門口這個站頭下車 然後我們就走進去大學那邊 也是相當方便的 而大家如果想著入手回來是自用 要留意 尤其是我們港人 在當地生活 希望不想餐餐吃西餐 如果外出吃飯 希望吃一些中國或者亞洲區的特色食品 不妨留意這個BangBang Oriental Food Hall 其實在樓盤位置 大概是一個西北方向 一條直路就已經可以去到 如果由我們這邊樓盤位置出發 步行雞 走半小時當然不會走 我們如果是搭公共交通工具 這幾條巴士線都可以去到 車程來說就大概6分鐘 一條直線就在樓盤門口位置 一條直線就可以去到 駕駛來說更快 5分鐘一條直路就已經可以去到 這個BangBang Oriental Food Hall 我相信應該都幾多朋友 尤其是去過當地 應該都不會陌生 這邊來說就有很多亞洲區 或者一些中國傳統美食 很多朋友可能想在這邊 點心或者吃一些中國式的特色食品 不妨可以來這裡 逛一逛BangBang這邊 甚至乎可能假日來這邊 可能想點一、兩件 不妨可以來這邊逛一逛 而在這個BangBang Oriental Food Hall 其實在它旁邊就有一間龍鳳行 過去我們也聽過很多移民到英國的朋友 也想買一些亞洲區的食品 其實這間基本上都會遮蓋到很多 一些我們可能在平常英國的本地超市 未必買到的一些食品或者用品 其實在這一邊都可以滿足到大家的需求 在剛才BangBang Oriental Food Hall 而另外在樓盤大概西南邊位置 還有另外一間的中超、榮業行 裡面來說也有大量的一些亞洲區食品、用品 可能在一些英國本地超市未必買到的東西 不妨可以來這邊逛一逛 同樣地也在樓盤位置 這邊你搭回32號巴士 由樓盤位置出發 一條大直路就已經可以去到榮業行這一邊 時間來說就大概6分鐘 這邊買完東西回到家 我們就搭回同一條線 時間來說就更快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日後如果你住在Handell Motorside這邊 基本上坐火車、巴士 甚至乎駕車 四通八達去附近一些不同類型的公園 甚至乎在水庫旁邊 例如我們週末去這些公園那裡逛下 放下狗、野餐 其實是一個相當不錯的住宅環境 所以我想如果大家對於生活上有一個追求 希望找一個寧靜一點 但是交通配套 還有附近買東西吃東西都方便 這個Handell Motorside我覺得都挺不錯的 尤其是對於一些退休長者來說 另外我想很多朋友入手一些倫敦樓 比較關注的是什麼呢 就是那個社區 接下來會不會去develop 還有隔壁左右 究竟多不多一些休憩的公園 可以給到我們 這個圖基本上一圖看完 我們想要的這兩樣東西 第一就是在這個Handell Motorside 基本上東南西北都有它的regeneration 價值超過9.6 billion 即是96億英鎊 我們或許放大一點 如果比較近一點 在Handell Motorside的東邊 這個就是Brand Corse 這個regeneration 相當大的一個活化項目 基本上橫跨了Handell Motorside 和Brand Corse這兩個Underground的車站 另外就在南邊Rambri這邊 也有一個4.15 billion的regeneration 北邊的Colindale 我們如果把這個地圖 或者放大一點去看 現在我們畫面所見 大概淺綠色 近乎灰色這些顏色 全部都是Handell附近的公園 所以如果大家住在Handell Motorside這邊 即是每逢周活或者放假 駕駛車 去附近這些公園 我想可能都要逢好幾個月 甚至大半年 附近的公園你才可以去得完 我想如果大家買英國樓 曾經都久結過 到底買一些二手舊樓 還是買一些新樓來住 新樓除了給一些舊樓 一些二手舊樓 是為之體驗度 舒適度會好些之外 有一件事大家要留意 就是能源效益EPC 其實Handell Motorside的能源效益 是去到B grade的 其實大部分 如果比起倫敦 一些可能樓齡比較舊的 大部分都是D grade的 有一件事就直接會 和你的生活上有一個很大的影響 就是能源效益 幫你省到多少錢 正所謂小數怕長計 買樓自用 能源這一邊 尤其是在英國 冬天你可能需要開暖氣 在這一邊來說 你買一間屋 那間屋的保暖程度 能源效益有多高 就直接影響到你 需要每年花多少錢 在有關能源那一邊 每年來說 甚至最厲害的 可以幫你省到 大概是2763英鎊 每年的能源費用 至於Barnet這個位置 我想很多朋友 曾經有看過英國樓 絕對不會陌生 尤其是有小朋友 為甚麼呢 因為首先 它附近已經是一個 很完善的效益區 第二就是 它就算去倫敦 一些比較primey地段 Song 1、Song 2地段 要去一些知名的名牌大學 也是相當之方便的 或者我們先看看 左邊這個地圖 如果看回樓盤門口 最接近火車站 Handon 走路5分鐘去到的Handon火車站 我們搭到倫敦下面 大概是Song 1位置 Ferington這邊 甚至乎到Beth Fries這個位置 說著火車站路程 分別是22和29分鐘 就可以去到這個位置 所以如果你看回一些名牌大學 其實我們如果由樓盤出發 搭火車線過來 都相當之方便的 King Cross 去到Beth Fries 這三個站頭 說著20多分鐘 都可以去到 鬆溫地段的 某一些知名的名牌大學 而另外 如果我們看回樓盤位置 現在我們放著這個位置 附近我們也數過 大概方圓1.2公里 接近2公里範圍內 就已經有總共24間 Good to outstanding的中小學 而Bernet這個行政區 它的效果質素 跟我們較早前曾經介紹過 Halo隔離的行政區 真是不相伯仲 所以我想大家如果希望找個落腳地 甚至乎買一層樓回來自用 日後公子裡讀書 想找多些好看的效果可以選擇 這個位置絕對是可以考慮之列的 如果在英國那邊買樓 一般來說這些可移動傢俱 桌桌椅、梳化、床、床頭燈 這些全部都沒有包 那交樓標準是什麼呢 一般來說就是一些廚房的入場櫃 爐頭、面頭這些擺設都沒有 天花、地板、牆身 這些全部都做好了 如果我們入手這個物業 因為明年年中交樓 在交樓之後 其實我們自己添置一些簡單家具 或者如果需要Buy2出租的話 找我們幫忙 和你添置這些基本傢俱 樓盤就已經可以放租了 而這個樓盤的最大賣點 就是看到旁邊 一個相當清幽的陸景 和旁邊的水庫 因為這個樓盤也相當受歡迎 類似這個單位 基本上一放出街 就很快已經賣光了 我想待會我們在這段影片 大概中後段 我們都會用一些深水單位 跟大家研究一下 還有什麼單位是可以選擇的 我們一起看看樓盤的Sight Plan 剛才提過 我們走過去 搭門口Handon的火車站 就5分鐘了 這個樓盤有一個比較大的特色 就是如果你計算樓盤附近這些綠色景 它的面積就足足有142公頃 維多利亞公園就19公頃 差不多足足有7個半維多利亞公園 這麼大的綠化面積 而在這個樓盤裡面來說 如果我們看回 那個指南針 北邊就是這邊 打斜 是的 左上角這邊就是北邊 只不然對正湖這邊 就是正西南為止 剛才提過樓盤裡面 也有一個超市 Co-op在這邊 要留意分了幾個顏色 Complete 了的顏色 就是中間紫色這個 就是紫色這幾棟大樓 其實就已經Complete 了 已經交了樓 另外現在賣的是粉紅色 尤其是我們今天所說的 就是Gold Fringe這一棟 以及旁邊這一棟 現在現時正在開賣這兩棟 在樓盤就靠近 大概是左手邊這邊位置 橙色這些 暫時還未開賣 這個樓盤就陸續開始會再興建的大樓 這個水庫 旁邊還有一些橡皮艇的水上活動 如果大家有子女 對於這方面感興趣 偶然加入下都相當不錯 甚至乎帆船俱樂部 你會看到很多在Google上 上載了不少這些相片 我想如果大家比較喜歡 類似這些環境 偶然也可以加入這些水上活動 住在這區來說 都相當不錯 除了在旁邊的公園 偶然可能散散步 或者跑步 偶然也可以加入這些水上活動 也不錯 因為四周圍也有一些綠色景包圍 所以附近環境相當清優 要在這些清優環境 去開project 甚至超過2000個單位 發展商來說我們一定會找一些相對比較穩陣 甚至乎在英國數一數二大的發展商 而今天這個樓盤發展商就是Barrett Barrett來說 如果大家有看過英國樓 甚至倫敦樓 對這個發展商絕對不會陌生 它的project 基本上由南部開始到北部 蘇格蘭那邊都有它的project 基本上如果按上市公司的市值計算 在當地來說 也是在英國數一數二最大的 所以我想如果大家希望買一個物業 在發展商那邊要求相對想找一些比較穩陣 甚至乎是一些比較大型的發展商 Barrett絕對是可以放心去入手它的物業 我們一起看看樓盤的基本資料 Postcode就是NW9 它屬於行政區就是Barrett這個行政區 亦都跟英國所有新鮮一樣 亦都包了10年的結構保養 List Hold 物業999年的List 而這個project Grant Ranch這邊就是Papercoin 不需要給地租的 另外就是Service Charger管理費 以我們今天說的這個大樓 Gold Fringe這個大樓為例 一房單位平均每呎每年就大概3.99 兩房就3.73 三房就3.51每呎每年 那我打個譬如 假如我們入手一個兩房單位 舉例的使用面積是750呎 3.73乘750呎 圍到一年的管理費是2798英鎊 除了12個月 就是差不多每個月的管理費是233英鎊 如果看看單位怎麼做 很簡單 經我們樓交所海外物業轉介 就直接落2000英鎊的Regulation fee 就去留單位 直接Pay給發展商 留了單位之後就開始走法律流程 我們的代表律師到時會跟我們確認身份 開始走法律流程 完成之後就大概28天內 就需要準備樓價的10%作為首期 假如我入手一個兩房單位 單價大概是55萬英鎊 首期來說10% 即我需要準備55000英鎊 首期 給了首期之後 買賣雙方交貨合約 基本上整個流程就完成了 完成了流程之後 發展商就會退回2萬港幣 當初落過Regulation fee 就退回給我們業主了 而另外九成的樓價就去到交樓前支付而已 所以適合一些朋友 可能港樓暫時未賣到 手頭上資金未必能夠即時 可以Full Pay賣一層樓 也交樓年期不是太長 明年年中就交樓了 我想在Payment Terms 相當Factible 如果需要做按揭的朋友 只需要在交樓前大概4至6個月 到時申請按揭就已經可以了 我們一會兒將會介紹 Golfringe這幢大樓交樓年期 就在明年大概夏天的時間 所以如果大家希望入手一些樓盤 不希望建築期等太久 不妨可以一會兒看看 我們Golfringe 看看還有什麼單位可以選擇 我們就先今天這條影片 就拿Golfringe這幢大樓 跟大家去剔一間一房 一間兩房和一間三房單位 就跟大家看看開織、價錢和景觀 而另外Hummingbird這幢大樓 我們會安排在另外一條影片 到時就跟大家說一說 這幢大樓有什麼單位可以選擇 價錢多少、景觀各方面 今天這條影片 我們就不會說這幢Hummingbird 或者我們看看Golfringe這幢大樓 它的Full Plane是怎樣的 由Low-Up Ground Floor開始 到頂樓八樓 一、二、三房都會有的 其中紅色的格子就是一房單位 綠色就是兩房單位 三房單位屬於低座 Low-Up Ground Floor至Ground Floor 甚至是Lv1這裡 而大樓的設計上 如果大家細心看 去到大概五樓左右 長條形這邊 去到五樓左右就會消失了 或者我們順次序 先看一房、兩房、最後三房 如果一房單位 我看到價單上現在還可以選擇的單位 我發現有一間202單位就相當之正的 那在哪裏呢 就屬於六樓這一間 202單位 這個位置看出來這邊就向正西的 或者我們看看它的開織是怎樣的 留意一下畫面右上角這邊 Gold Fringe這棟大樓 深綠色這一棟 而我們這個一房單位就是這一個角 這個階段位置 下面這邊就很清楚看到 這個一房單位基本上由Lv1 去到八樓 Lv8都有這隻開織的 而北面就是這一邊 所以露台位置望出這邊就是正西來的 如果對於一些朋友比較怕英國那邊擔心比較冷 甚至乎希望在下午時間有些日落景 又替人曬日屋暖一下 不妨可以想想這個座向 我們看看開織到底是怎樣 門口這邊進來 左手邊就Utinity 走進去客飯廳這個位置是一個正方形 而門口這個位置是相當之闊的 一字排開的Open Kitchen 甚至乎梳化位你不想放在這裡 另外你再設定去放過一些位置 飯桌放在其他地方 以這個這麼方正的客飯廳 是絕對是綽綽有餘的 而門口這邊進來 轉右一路走 這邊就是Toilet 入深一點這邊就是房間 這間6樓的202號單位 554呎十號面積 另外再加一個58呎露台 截實後就賣376,940英鎊 首期來說 37694英鎊 即是圍到大概38萬港幣 首期你就可以買到這間一房單位 房間這隻窗 加上這個58呎露台 望出去外面 因為這個座向向正西 所以如果我們買向這個位置 這個角望出來 其實就會望到下面這個水庫 所以單位上既望到陸景 也可以望到水 這個一房單位 我自己覺得就相當不錯 如果根據發展商提供的資料 剛才我們6樓那間Golfringe Apartment 望出去外面的景觀 就剛剛好在這兩棟大樓之間 遠望的陸景和旁邊的湖景 因為我們剛才選202號單位 就是這一邊 這隻角 這隻角望出來 我相信會比我們這間畫面所見 這邊望出來會更加開揚 所以我想如果大家希望入手的一房單位 可以望到湖景、陸景 也相對樓層比較高 買來退休養老好 甚至乎真是久不久過來女居 不妨可以想想這一間 而另外兩房單位 我看回現在最update的價單 我自己個人趨向就比較喜歡 190浩室這間兩房 4樓的190浩室這間 我選這間原因就很簡單 因為它這邊的座向就望正藍 這邊就望正西 就剛剛好中間這間最美的這隻角 那或者我們一起看看 這個190浩室的開織是怎樣 門口這邊進來就會見到 士多房 另外客廁、客房 入深一點 經過utility之後就會見到 主人房連隔離的套廁 這間的兩房單位 你看它的living room 以及kitchen 蠻分明的 尤其是這個開放式廚房 都蠻受買這個盤的買樓人士歡迎 因為它是一個U型的廚房 是相當之見洗好用的 而另外旁邊這邊 客廳和飯廳 你看它的開織很棒 也是一個長長的一個廳 而在客廳旁邊還有一個69呎的露台 這個4樓190浩室 瘦面積是770呎 另外再有一個69呎的露台 折實後就賣537,700英鎊 一成首期來說 大概是53,700英鎊 就已經可以買得到 我們一起看看這個單位的座向到底是怎樣 如果根據發展商提供的資料 4樓向西南這個方向 就剛剛好現在這隻角 這隻角看出來 大致上景觀就是這樣的 遠望就可以看到外面的湖景 陸景 也剛剛好高於我們旁邊的大樓 所以基本上這個單位看出景觀也相當開揚 另外因為這邊看過來 剛才提過正西 這邊是正南 這隻角是西南 所以對於一些長者們 尤其是買樓喜歡向南樓 露台就向正南 我相信這個單位也在這麼多的座向來說 相對會比較亂 另外三房單位這個大樓就不多 反而旁邊的Hummingbird 三房單位相對供應會比較多 這個Golf Range這個大樓 其實三房單位一眼看光了 Lower Ground Floor 153 和Ground Floor這兩間是複式低層 另外Ground Floor這間161 和Level 1 161 這兩間黏在一起是複式單位 或者我們拿一間153號這間三房單位 看看這個低層複式的角開織到底是怎樣 這間三房單位也是在這隻角 我們看一看 從Lower Ground Floor開始看 這個三房單位的感覺有點像 好像住在一些Town House那裡 門口進來哪裡進去呢 就經過我們這個單位門口的Terence 這個入籍的Terence 開了這隻門進來之後 就帶門口到這邊進去 門口進來左邊就是士多房 再深一點這邊就是Utinity 直走就已經看到這條上樓的樓梯了 另外轉右邊這邊就是第一個客廳 Open Kitchen 飯桌就在這一邊 大廳就是這一邊 這條樓梯上去之後 就會去到Ground Floor這個樓層 Ground Floor這個樓層有三個房間 分別就是Bed Room 1這一間就是套房 另外就是第二間和第三間的房間 簡單來說就是下層就是下樓廳 上層就是睡房 而主人房這邊就是一個71呎的露台 所以我想如果大家想買一些物業 三房單位也不是很想住一些小屋 想反過來住Apartment 但也要有小屋的感覺 不妨想想這間Lore Ground Floor 和Ground Floor的三房單位 實用面積是1198呎 加一個180呎的平台 另外還有一個71呎的露台 折實後就在賣71040英鎊 如果以一乘手期計算 大概71000英鎊 就可以買到這個三房兩次 低層複式連一個180呎平台 和71呎露台的一個三房單位 因為這個是屬於一個低層複式單位 對於警官上追求 如果你想要一些望遠景 這個就未必幫到你 但如果對於一些朋友 是想望屋苑裡面的內圓景 甚至乎好像住屋仔的感覺 這個三房單位就可能會比較適合你 今天這個樓盤的分享大致上差不多 完結之前我們有兩點需要補充給大家 第一就是剛才我們提過 Golf Range Apartment 我們介紹那棟大樓 就是明年的大概夏天時間交流 如果大家是需要做按揭的朋友 你預計大概明年第一季 就可以開始準備申請按揭 第二點就是我們入手英國新樓 作為買家作為業主 是不需要給經紀佣金的 所以大家入手英國新樓 作為業主 你的費用主要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律師費 第二個就是交樓前需要支付的Stand Beauty 如果大家看完這條片之後 想了解這個樓盤多些 甚至乎當中有些資料 需要我們同事和你補充 看完這條片之後 不妨可以WhatsApp我們熱線 56269151 完結之前我們一起看看 發展商的一個影片 明年快樂 一個人的資料 都要熟悉 在那裡 會有發展商的 可以彈你 不要緊張 發展商的資料 發展商 發展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